低頭 這件事頂的為師 做送正鋒以及研討調查 陳崇文多次護航台之光 就連市警局自砍預算 陳崇文都有意見 要求將警察局送正鋒處理 完全不給蔣萬安面子 根據三立新聞獨家掌握 再跟蔣萬安當面槓上之後 陳崇文再出招 把局處首長叫到辦公室 幾個局就不會 然後甚至是局長陳吉 就叫他辦公室 揚言說我要每個局 可能都要砍一滴預算 說這個是跟蔣萬安的兩次 是議員跟蔣萬安之間的兩次 明明警察局監視器系統 爭議是警政衛生委員會 但陳崇文利用自己所屬的 教育委員會評評檔預算 之前是透露 這是陳崇文和蔣萬安 隔空叫板的手段之一 依次為了報台之光的仇 不只私下要求教育委員會 各局處刪減三千到五千萬預算 但還未明說蓋盡條件 而檯面上動作也不少 這比我讚歌 陳崇文議員在我們 審預算之前 有提了一個清端到委員會來 會讚歌 這個因為 我前面已經讚歌的 已經歌了很多了 沒有 這個就讓他過了 那你們趕快去抹拜陳崇文議員 陳崇文擱置預算動作 就連綠營議員都認不住反諷 其實蠻明顯的就是 其實是拿局處開刀 然後對伏擊示威的感覺 陳崇文議員在教育委員會 也對教育局的預算相當的關注 陳議員的所資以及審查預算 是否跟案情有連結 我認為還必須要檢調來做釐清 儘管監督就是議員職責 但其中是否因為牽涉自己利益 而濫用議員職權被打上問號 隨著相關事證被揭露 也有待檢調 趴數釐清 三十五黃泉博厂 台北